蜜蜜 答對就哈哈笑 哈哈 答錯 你猜怎麼問才好 我心痛 美麗皇 你心痛 趕快請你呼叫119 等等 瓜大臣 我沒事的 你不用打119 你沒事 可是你剛剛說 心痛啊 瓜大臣 你誤會了 因為我打破了 我的古典瓷青茶壺 你是說那個看起來很普通 但是卻很昂貴的那個茶壺喔 不 它一點都不普通的 它可是世界珍藏伴臉 我打破它 我的心都碎了 原來是這樣喔 小小兵 如果你們心愛的玩具壞掉了 一定也會很傷心的對不對 會 沒關係 美麗花 找找看二手商店 也許會有喔 那我也可以幫妳上網找找看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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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的神燈 噔噔噔噔快來賣神燈 想要看世界各地的奇珍藝薄 或是消失許久的名畫 還是神秘洞穴裡的神燈 只要你想得到的 我這裡通通有 是波斯市場裡面 專賣二手古董的攤商 Kiwi小姐 說不定它有賣我想要的茶壺耶 只是它掉到現金裡了 我呢 最喜歡收集世界各地 有趣的東西了 今天就是要來咪咪島 搜尋那個最神奇的咪咪金鑰匙 只是我怎麼就掉進來了呢 趕快救我出去 沒那麼簡單 國王你的意思是 神秘吹蛇人 國王的意思是說 想要救Kiwi小姐 就要先通過考驗 在波斯市場有一項 很有名的表演喔 就是當吹蛇人 開始吹笛子的時候 籃子裡的蛇就會開始跳舞 現在我們這邊已經有三隻小蛇 準備好囉 待會兒當我開始吹笛子的時候 小蛇就要開始跳舞了 請問小蛇們 你們準備好了沒 那我們就預備開始 先從下面往上 右邊扭一扭 左邊扭一扭 上下扭一扭 看誰扭這塊 發出小的聲音 幫自己拍拍手 國王他們表現得如何呢 我很滿意 謝謝國王 太好了 任務完成了 趕快請國王 給我們第一個提示吧 謝謝國王 五 海洋 意思是說 今天要猜一種 在海洋裡的生物喔 最終海洋生物 它的造型非常的特別 造型很特別的海洋生物 我想到一個 一生氣就會刺刺的河豚 萬雄哥哥你很聰明耶 那小小兵 你們有沒有想到哪一些 是造型特別的海洋生物呢 有什麼 鯊魚 還有呢 鯨魚 還有呢 海豚 還有呢 鯊魚 大家都知道很多耶 真的耶 小小兵想到了好多答案呢 那再提示你們一個喔 今天要猜一種 尾巴細細長長 而且還有刺的魚喔 快想想答案到等級 是蝦咪 是蝦咪 大家加油 不想答案請 有星星到真沒問題 這種魚我見過 它的魚氣特別的大 波浪式擺動游泳法 就像一對翅膀 在水中裡飛呀飛的 哇 這麼特別啊 那趕快請國王 給我們第二個提示 謝謝國王 飛天魔潭 意思是說 Kiwi小姐 他們也有賣這個 不是啦 瓜大臣 國王的意思是說啊 這種魚在海洋裡游泳起來 就像一張飛天魔毯 喔 這麼特別的魚 小小兵有答案嗎 時間快到底到底 快快快想一想 時間快到底到底 倒數幾十五四三二一 聰明的小小兵 答案是什麼魚 航魚 我們的答案是 烘魚 書 答案會說烘魚嗎 請國王公布正確解答 小小兵 你們想不想要神燈來許願嗎 想... 我先許願 我也想要 猜蜜小兵 來介紹 勝利的HAPPY 我們一起跳舞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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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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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想先許願呢 大家好 我是玩熊哥哥 如果你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趕快按下訂閱鍵 那你還想要看到更多精采的影片嗎 也可以看這裡喔